高速公路上蓝色的小货车突然从外泄道切进内线道 接着就不断跨越车道蛇心 一下往左切一下往右切扰乱后方的车辆行驶 后方的轿车试图切换车道闪离蓝色小货车 没想到轿车闪到哪里蓝色小货车就挡到哪里 甚至还突然踩刹车行径相当危险 下午12点50分左右流星驾驶行驶在国道1号舞阳高架南下61公里处 外侧的这辆小货车突然超车到流星驾驶的前方并且急踩刹车 短短的三分钟内小货车就切换了17次车道恶意逼车 让流星驾驶气得把行车记录性拿到警局检举 警方指出小货车驾驶已经明显违法 该小货车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 可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款 警方表示小货车驾驶恶意逼车的行径 已经涉及公共危险以及强制罪衔 将以车追人请小货车驾驶到岸说明 警方也呼吁若是民众遇到恶意逼车 尽量不要和对方起冲突 之后再拿行车记录器报案检举就好 保护自身的安全 记者刘志宅 吕杰桃人报导 manifestatio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 订阅 打赏 订阅 打赏 打赏 圣证 保护自身 忠惑 队伟员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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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胃明expl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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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十二 习惑